第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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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下錯命令 來到師父訓醫院 你現在是兩個選擇 一是服從命令 二是申請離隊 二是申請 你由你做事方釋我有無 我不需要你拼命 好 我是不會放棄的 我們三個絕對不會死在這裡 排除魔法,就是奇蹟出形 謝謝 跟叔叔,醫生都說阿成的情況是不單 你別這麼擔心 對了,爸爸,大哥福大命大 早就捱過了 暫時都算捱過了 就算捱不過,我也預料了 他睡了這麼久,要醒就醒了 我都不保住太大希望 平常心,都看法了 你們都過了一整天,都很辛苦 阿成的情況已經穩定了 出去輕鬆一下 對了,這裡有我和康仔,看才行 那好吧,有什麼打電話 再見 再見 跟叔叔,你慢慢說 阿成,阿成,奇蹟,奇蹟,阿成醒了 他現在怎麼樣?醫生在檢查? 醫生有沒有說什麼? 醫生說大哥之前可能局部缺氧 令腦神經突然努力刺激 如果腦細胞再次活躍,所以醒了 他還說病例很罕有 在醫學上也解釋不了 好 那豈不是一望得封嗎? 各位 經過我初步檢查 鍾先生的身體狀況也算不錯 不過由於他昏迷了那麼久 所以他的記憶力一時之間 未必可以完全恢復 不如這樣,你們先看看他 好,進去吧 阿成,你真是醒了嗎? 你真是醒了 阿成… 大哥,你認得我們嗎? 你認得我嗎?你認得阿掛嗎? 阿成,他認得… 大哥,你認得我嗎? 認得你,你看看 阿掃,你怎麼樣? 你醒來就好了 阿根叔等了很久了 鍾先生已經昏迷了一段時間 所以他的記憶力可能會模糊一點 未必可以認得所有人 跟他多聊天,可能會幫到他 不過不要說太刺激性的話 因為他的腦部剛剛才恢復記憶 讓他慢慢來一步一步 自然康復會比較好 要多久才認得所有人呢? 因人而異 有些案件需要一年半載 但也有些案件 三幾天就可以完全康復 不過不要緊 最重要是他現在醒來 你也可以慢慢來 一定要快點通知局裡面的兄弟 他們一定很開心 不,我安哥好像剛剛讀完蜜業回來 要不立刻打電話給他 怎麼了?你怕阿成不回想起以前的事嗎 如果他什麼都忘記了 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起碼可以重逗你過 如果可以選擇的話 開心就記得,不開心就忘記 那當然好 但這個世界沒那麼完美的嘛 無論如何,現在他終於醒來 大家都開心的 最重要是他快點痊癒 其他事,自己再選吧 爸爸 平均回來了 姐姐,你打電話 他的身體肌量也上水都可以 醫生說要衝一下計劃 應該復原得很快 對,不過暫時就不太認得人了 這樣嗎?等我下次探望他的時候 說回他以前怎樣逼我 怎樣對他刻薄發,刺激一下他 我怕他受不住刺激昏返 你亂急 靚妹,你的嘴巴可不可以閉嘴嗎 總算好心有好報,天無絕人之路 好,文英,知道阿晴醒了 我整個心都安心了 話說回來,多謝香蕊就多謝鬼 阿成,昨晚當你是她的女朋友 萬一她不肯放手 那你和阿宇怎麼樣? 到時候就只有一個生氣 阿成他剛才醒來 醫生也說不要給他那麼多刺激 讓他先記得多點東西 我們一定會跟他說清楚 也對,希望他醒來的時候 個人會變得他大一點 不像以前那樣執著 就是了 試過的案子,雙團一醒來的時候 記得的不是誰是他家人 而是誰欠他錢,立刻打入罪責 有沒有這麼多戲劇科? 話說回來,別再欠阿鍾上錢 錢就沒有了,欠一頓茶吧 明天約你去探成哥吧 為什麼? 刺激一下他嘛 阿成,再見 你試試看,這麼開心 大家都是同一間公司 鵬Sir有什麼不聽得懂的? 沒有,我們有個同事 因公受傷昏迷了 剛剛醒來,打算約來探望他 你說鍾友誠嘛,我知道他是誰 長火這麼控洞,知道很不奇怪 長火當然控洞 但是有些事更加控洞 還搞得滿城風雨 卓Sir,我有些事想找你 我看過你的報告 不過我覺得你寫得有問題 我希望你強調你自己失職的部分 應該怎麼改善 並不是草草戀事就這樣辣就算了 我不要韓科 鵬Sir,現在是吃飯時間 如果你想談公事 我可以上你的房間跟他談 但是如果你只是想當眾樂樂面 這樣就好像少家早點了 只是你的吃飯時間 不過現在是我工作時間 不如要我去張就你吧 你不用逃我,那現在走吧,阿Sir 有鑊氣 Chair Sir 什麼事? 我聽阿敏說你揭穿了他的壞事 所以他會針對你嗎? 如果他真的這麼小器 公布私受的話,我也沒辦法 難道任由他嗎?讓他吃著 放心吧,我玩不了他 阿敏他怎麼樣? 我問他有沒有不開心呢? 他就好像說沒事 他是不想提醒的 為甚麼? 以前他甩了很多 第一,沒事就去 這次他竟然困住自己的家 哪裡都不想去 他是認真的 以為找到一個好男人 誰知道你被人忘了 你也挺認識社交,連診所醫生也認識 其實我認識個護士而已 他是我的舊同學 剛好他去拍拿辭職 我就帶你來見工吧 那些就麻煩了 有公開,有寄託 以後不要再想事了,知道嗎? 我也沒事,習慣了 對了,你有沒有去探望神哥? 探望了,不過他還沒認得好 不知道以後怎麼辦 放心吧 他精神多了那麼多 我想他很快就會回復了 我都不是說這件事 我說我大哥不是你家裡的骨骨 他打算現在跟他說嗎? 遲早也會知道 他們兩個拍拖也很正常 大哥又不是偷偷摸摸 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不可以直接跟成哥說 是,但是你可不知道 成哥想想想就變了 他剛剛才康復 我不想他再受到什麼刺激 就是這樣才早點告訴他 事情越拖得久,不會就越深 說不定,如果成哥就像你大哥那麼瀟灑 就像你這樣,很快樂,很快樂 玩玩一檔吃生菜,就什麼問題都沒有 你說什麼?我大哥很瀟灑 但他對感情很認真的 還有我不是很快樂,很快樂 你以為我很想玩玩一檔吃生菜嗎? 不合不就分手了 難道多多好一點嗎?你也瘋了 你也瘋了 怎麼了?別走那麼快 看車,撞死你了 撞死不關你的事 那是嘛,你再瞞瞞瞞瞞 不戴眼識人,不是被車撞死 是撞板撞死而已 我媽媽還沒管,你憑什麼管我? 那我姐姐和你大哥拍拖也算是自己人 我不想你壞,提醒你,是否不行? 你以為你自己是誰?你也會說 是你姐姐和我大哥拍拖 任何我跟你拍拖,神經病 如果說我想跟你拍拖的話 是否不行? 你…說笑而已 我不是說笑的 你認識了一些男人,不是有老婆的 就是一腳踏兩船 你為什麼不正正當當的 認識好男生? 那你不就不用被人騙,不用失戀 阿嵐,我知道你是一個好男生 不過你身體太率直了 說話又沒有你情趣 你的風格根本不適合我 我想我們倆做朋友會比較開心 忠然當然是逆耳 難道被人騙被人偷好嗎? 為什麼說笑你也不明白 總之我告訴你,我跟你是不可能的 不要花大家的時間,好嗎? 來 謝謝 不知道你更準師父 好,但是我們可以先回家 把行李擺放,很重 師父醒了一級大閃,比五級火還要緊 還有,我要替她說我水利的老婆 快點走吧… 那你走快點,我慢慢走上來 當然不行,兩夫妻共同中退 你來,快點… 快點… 小心點… 這張可能認得了,這張 認得非將軍擁救美少女 上次你游繩下去救那個女人 她不斷掙扎,連你也招下去 你記得嗎? 嚇到我們死了 對… 牛哥,再不是這張 你那張消防畢業照 看你的樣子多帥 還註定你吃這項飯 大力文,你好拆鞋 我只是想給牛哥刺激 刺激還是刺激,也不用肉麻 有沒有事… 把杯子給你 不用了 聽不聽得到?聽不聽得到? 他開口…叫我爸爸 聽得到,我都聽得到 牛哥,你認得我們嗎?我是大力 我是排龜牛哥,師郎 師父… 來… 師傅,師傅,怎麼樣? 你回來得正確 你們兩師徒感情深厚,他一定認得你的 師傅,Ncore,你記得嗎? 經常吃棍仔湯那個 還說你做八二分,我做足百四分那個 記得我嗎? 我娶了老婆了,兒子都生氣了 上次帶他來見你的,不過你還沒醒 叫醒師傅 師傅 你這麼厲害吧? Ncore 回來了… 回來了 回來了 慢點 你師傅怎麼樣? 扭認別人 不是吧?你是他的徒弟,這樣也認不得 就是了,就算不認得那些臭小子 應該認得我的徒弟 根叔就跟他說了,多給師傅多點時間 這麼心急 知道了…遲些再探望他 導演就要回來了,開心嗎? 開心 還好 怎麼樣?有沒有手信感? 有包子滿意,我拿去拿去拿去 這些包子只看包裝的名字 知道好吃了 一定好吃,三千元一包 我也不用買給自己了 三千元一包 你怎麼說? 是呀 你也要嘗嘗 媽子… 媽子是不買給狗仔吃的 是呀,我打算拿給Johnson 就為Dexter 因為現在Johnson先看著他 你自己姓姓媽媽說看他 讓你媽子開心得好 像是炸壺 媽子,放心吧,你一份更棒 你看,我特地買了這兩隻東西給你們 我覺得很可愛 大一隻就是送給媽子 小一隻就是送給你共東領 因為我覺得牠像村口的Maria 又要去當做美食一陣子 怎麼看 老師,那些飛貨會呈錯呀 你都可以撐到 媽子 為什麼我們都不知道 終於去到模型,雷王丟掉了 媽,那是我的命筋 你的命筋呢?在這裡 你快成為老爸了 不要玩模型了,玩小寶寶 還有…你的模型怎麼會唱歌 這東西就不同了,聽聽 我可不可以聽 你來哄寶寶睡覺的 對了,還有,你那模型 媽,你替你擺得妥妥當當 雷王,老實說,你沒道理我以前 整天看著那些超人打怪獸 飛機車大豹那樣 萬一將來生出來的那個是異形 那怎麼辦呢? 對了,公公說得對 媽媽教了房間這麼漂亮 以後,他們的寶寶就一家三口 一起睡覺了,很幸福的,知道嗎? 這個真是值得 給媽媽有好東西給你 這碗是道仲豬骨湯,保神安胎 來,幫我們和媽媽喝光 謝謝媽媽 我小時候在公醫院 經常讀孤英一個 有病就沒人知道又沒人理 但現在不同的 有我老公親,有我公公和媽媽關心 有兩湯喝 我現在才知道家庭溫暖是什麼 傻丫頭,別哭,應該是開心 是呀…你守點眼淚 沒人用眼淚送湯,知道嗎? 掛定一碗湯,早點睡,好嗎? 來,早點睡,晚安 晚安 晚安 晚安,媽媽,再送你一趟 老公,為什麼這麼苦? 苦是應該的 因為媽媽煮湯不是苦,而是劫 這瓶會很久,很疼你,很疼你 你快點喝一下吧? 不是,你真的很難喝 老公,你不是很疼我嗎? 疼你,不過不會幫我喝湯 那喝不喝? 我受熱不受嚇 老公,你幫我一次,幫我喝了你 求求你,來吧 來,你一口一口 不行,你兩口,我一口 哪有茅呢? 我餵你吧 你答應的 來… 來吧 不要 天一般,地一般 有口口未斷你 爹… 不要… 醫生 仲先生,你兒子的情況進展得不錯 記憶力也恢復得不錯 不過因為昏迴太久 他的體力始終是差一點 尤其是小腿肌肉有萎縮的現象 為了避免退化 接下來他要接受更多的物理治療 他可以的,他以前很強、很強 是不是越多越多越快? 可以這麼說,你們進去看看 我先去看看 謝謝 阿成,你記得我嗎? 不要緊,我拿了一本相簿來 你看看照片之後 會不會記得以前的東西? 看看,這幾張是我們在村口 那條河仔拍的 對了,你還摘了花葉給我 叫我拿著 還有這張是上次你升職的時候 跟叔叔擺了幾位請大家喝 你還喝得醉了,找得不知多開心 還有 這個就是那次… 阿成,我還沒記得是誰 不要緊,你慢慢記,不要緊 要緊記著的 記得多少就記得了 幹什麼?幹什麼?腳痛嗎? 麻痺 跟叔叔,讓我看看 好… 好嗎? 你是護士? 不是,阿盈是你回家那時候看醫書學的 她天天替你按摩 不然你怎麼會這麼快就好? 你在哪裡工作? 我和你在同一間消防局工作 我是自己的 我這塊這麼洞,沒事吧? 不用了 就是不用送我了 我自己出去就行了 送給你的 間叔看到這個車一定很開心 那我豈不是要快點下閘 免得讓街坊看到飛張溫在拖地 你很瘋的 也對 你很瘋的 我都想要快點下閘 你是做大社的,對不對? 你坐我的單車還沒 累到睡覺了,對不對? 是嗎? 我們一直送花給你 你送菊花,是嗎? 我顧著你,阿姨 你記得了? 阿姨,我好開心見你 阿姨,那個湖水沒有了 叫護士官你去換個湖 阿姨 阿姨,阿姨,為何感覺這麼乖 你好像很親切,又好像很生疏 那個女孩子算不說了 她是個好女孩子 我昏迷的時候,她有經常來打我 她是個好女孩子 原來我有這麼好的女朋友 那我要快點好睡 阿姨 剛才謝謝我 你別這麼說,大家自己人嘛 剛才她好像很積極 為了你,她說我會盡快好起來 被照顧你,我也不知道怎麼回答她 我又怕說了你和阿羽的事 會令她受到這麼大的打擊 我真的是不是很哲思呢? 丁叔,其實你不用太介意 我和阿羽的想法也是一樣 現在最重要是阿成快點好起來 其他的事慢慢再再算吧 你和阿羽為了阿成,真的付出了很多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感激給你們 左腳提起 你吃東西,這醬感激よね 給我一趟 給我一點點點點,我可以 好的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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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去 大力 排骨 思浪 建叔 興哥 以前 太好了,小燕哥記得我們 還記得我太太,太好了 師傅做得很快 全靠我聰明 我經常跟師傅聊天 說好話給他聽 對了,聰明了… 不過他也有功勞 不過最重要的是吃牛 一味夠勤力 所以好得這麼快是應該的 他說師傅一這麼快說話 遲早就可以下床走 然後還跑得跑,做消防 跟我們一起排紅州 然後再跟我們一起打排球 一起出生入死 師傅,你不僅打排球聰明 傳說中,你踢球也很堅硬 比師傅厲害 你說這個師傅 今晚車仔大戰萬齡 怎麼樣? 我約了大小B去酒吧看球 一起去吧 好 不用餘我了,熬夜 那餘我吧,老婆 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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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糟了,你老婆差你承認 承認什麼承認? 你不是笨成這樣吧 哪有女人喜歡自己老公 去酒吧看球 還要你們兩個剛合身分 看球就去酒吧 家裡更有電視,怎麼不在家裡看 因為去酒吧可以享受兩杯啤酒 家裡可以享受啤酒 喝啤酒之外還可以跟朋友吹水 我和你吹水就行了 我是你老婆 你什麼都要跟我說,快點 神經病,我老婆不是這樣嗎? 天下烏鴉一陽黑 家裡有個老婆等於有兩隻天鵝 一隻白天鵝,一隻黑天鵝 日鵝夜鵝,知道嗎? 想辦法 老婆 為什麼你的口罩這麼大? 什麼事? 其實我今晚就想說… 我知道,你跟他們下巴看球 沒有,沒這麼想過 沒有? 男人看球不是去巴嗎? 我們行消防八關二哥非一般男人 你們去哪裡看? 在這裡 這裡? 醫生說病人要過正常的生活 才會快點康復 所以一群人打算陪師傅在這裡看球 也對 好,我去買東西給大家吃 請看球 老婆…你有看嗎? 是,有問題嗎? 沒問題… 你們知道看球很晚嗎? 是呀 我怕你累了 就算你不累,寶寶也累了 要赤死我嗎? 不如這樣吧,你回家睡覺 我看完球就馬上回來,對吧? 又要我先回去嗎? 不要 是呀,一次半次了 最好回來親你回來 還有,棍仔糖吃光了 你給我去買吧,好嗎? 老婆 你回來就對了,出廳睡吧 忘了出什麼廳睡? 那我出了 那又不行 你想怎麼樣?叫你出去又不出去 我出去又不給 我問你想怎麼樣就真的 我去巴探看球而已 不用趕出廳睡吧 誰會趕你出去去廳睡? 今晚下雨,天花流水剩下半張床 那當然是自帶一句出廳睡吧? 你真笨 等一下 你說什麼? 你今晚下雨的看球 你不是陪師傅嗎? 我媽媽可以騙我 你騙我,我最討人騙我 你知道的 老婆,對不起 有沒有搞錯? 你下雨的看球也不跟我說 最差大力,大力說要去的 是公公 我相信你,關他什麼事? 他跟我輸 他說你一定下酒吧去看球 我又不相信 那現在他輸了 不用了,你幫我賠 你不想我下酒吧去看球嗎? 人家看球當然是下酒吧 幹嘛要生氣? 我談了一段時間 那你下酒吧可以喝啤酒 啤酒可以買回來喝的 那你下酒吧可以跟朋友吹水 那我可以跟你吹水 大哥,我是你太太,怎麼跟朋友 Anna,你問這麼多事幹什麼? 不問…你不是生氣嗎? 什麼事都沒有,我們可以了 但是下次看我也要去 沒問題 給你們,玩了一頓飯 開心 這些事玩了一輩子 總之大B,你真是失敗 老婆一個電話來就要飛回去 你看人家的電話 看了一整晚,三點多才回到家 老婆也沒什麼 不用說,我老婆非一般女人 跟著我看另一場球 大B真是失敗兼酒保 我們三個贏錢 厲害,四比的球蛋你們都中得到 多謝小子 總之大家開心 好,Sir… Sir… 怎麼樣? 昨晚那場球很刺激嗎? Sir,昨晚一場 不是萬聯大戰車路士嗎? 你們退職做什麼?我沒權過問 不過如果因為看球 而影響精神,影響工作 那就不好了 Sir,我想他們有分寸 公還公,私還私 不會影響工作的 是呀,最好 另外,你們吃飯的時間 那裡有你的自由 不過我認為 吃飯的時候最好不要說球 因為球始終是有得到的 我不想影響別人對我們的形象 你的咖啡喝得多對身體不好 是,Sir 看球又說不行,連說也不行 不,比我老婆還離譜 一向都看球了,怎會影響工作 別這麼多球,每樣搞那樣 不,我說了為什麼不行? 說了什麼?總之以口組裡面 取公事之外有什麼事別說 那也不用 有她在這裡的時候 聰明一點就行了 正義智光嗎? 什麼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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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昨天跑上去拿你們的營 他們經常在雞蛋裡的骨頭 剛才那個包子好像在這裡一樣 是免費嗎? 不用理會他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要回那雞蛋? 不知道 那雞蛋蛋很小,什麼都廢了 不見樣子以為很厲害 看見樣子原來很小,只有聲音 是 金叔 朱平 是 很久了嗎? 沒有,至少那個肥仔夫 臨時說要加班 那就麻煩阿瑜來載他 麻煩 阿成,今天精神不錯 張醫生 是 莫醫生 張阿成今天出院了吧? 是… 謝謝張醫生你照顧他 要我不是,他還沒出院 是,我不斷求張醫生 他才讓我出院 雖然你還沒完全康復 不過我衡量過 出院會對你有幫助 再加上我知道你會有這麼多人 照顧你,所以我才批 不過記住,你的肌肉還沒好 保持回來做問你事 一定會 好,福生見,再見 謝謝… 我幫你… 小心 小心 我比你開心,走吧… 讓我來 終於回來了 始終都保持舒服 雞叔經常上來打掃 要不要倒杯水給你 不用了,爸爸,麻煩 我也有點事,我先走了 謝謝 我也差不多了 這麼快?你不吃飯才走? 阿盈破了一整天,明天還要上班 早點回去休息吧 阿盈,你順路,請問阿盈 好 那我們先走了 好 再見 來,我把東西拿給你 鎖一扇包銀包手機 阿盈 我會在這裡住一陣子 順便照顧你 這個鎖一扇包都爛了 我幫你買一個一個 世事的東西就是這樣 這輩子沒有說不穿不爛 當然會變的 任何東西你看開一點 爸爸想說什麼? 東西爛了就換了它 對了 對了,換了它,換了它 那就對了 爸爸,我現在有點壞 你會不會換了我? 你是我兒子,怎麼換? 真謝謝你 要你送我去做麥理治療 我今天一天都沒事做 你不用客氣,我們是好朋友 我看過一些照片 不過我還沒完全記得 不要緊,慢慢來 我記得這首歌 我…我記得聽這首歌的那天 我們開車去玩 還玩得很開心 他是我的朋友 你真的記得回來嗎? 雖然你零碎碎,不是全部 但是有點印象 那你記不記得其他東西嗎? 好像阿盈,你和她… 我先給阿盈 她知道了一定很開心 你幫我… 你會不會承認 我會承認 你 你會承認 今天到此為止了 姑娘,我還可以繼續 不如讓我多練習一會 但你傷了肌肉還沒夠力氣 別這麼心急,慢慢來 好 來,先休息一下 謝謝… 細節綠合穿時疾控 遇過對面行車線,遇向貨車商走 那單車而已,要不要搞這麼久 如果我們去,十五分鐘就搞定 真的這麼想去車? 不想快點好,快點上班而已 不用這麼心急,我對你很有信心 一定行 我今天不急就行了,你猜是阿盈 好像阿盈什麼? 我覺得她對我突然生疏了 沒有,可能因為我分圍了那麼久 突然醒來,她有點不適應 所以弄得我也有點尷尬 又或者可能感情這些東西 需要慢慢點點滴滴再離職 才會有以前的感覺 現在我就當是跟她重新開始拍拖 所以我盡快康復 不想再讓爸爸當你這麼擔心我 我對我自己有信心 有信心是好的 阿盈,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你和阿盈有問題,你會怎麼樣? 我和阿盈怎麼會有問題? 沒有,我說如果而已 我又想像不到 她對我這麼好,我又對她這麼好 我們怎麼會有問題? 怎麼會突然你問起 我和阿盈有問題會怎麼樣? 阿盈,其實呢 關Sir 阿盈,Rex,你也來了 關Sir 坐… 我知道你沒問題,我不急起床 不好意思 我回去了很多,阿Sir 我很快要上班了 你別這麼急 最重要是看醫生的報告 要百分之百服務才上班 阿Sir 你也行 我知道,阿Sir要做什麼 好 阿盈還沒給我電話 不知道是不是還沒回家 可能她回家了 見夜,怕你睡了 我就會不會打電話給你 去睡吧 那以後我就上班,你就在這裡教球 你對我來說真的很重要 我真的很緊張 師父,我也算不說了吧 今天禁止,老婆也不陪 我走來陪你 一會兒替你散步 我打算和你喝一頓茶 阿Sir,要喝完茶,精神還不錯 那我替你旺角球場 再看一場球 師父,怎麼了? 神魂狗不承認 是不是熱了 這樣吧 你在這裡等我 我買點東西給你喝,好嗎 小心 阿Sir,我發了一些留言 你有時間聽聽 好,小心,在這裡等我 你也說得對 那以後就要珍惜,在捉緊一點 不見了就後悔了 你現在最喜歡做的就是跟我分手 跟你分手 你不要,我發覺我真的不再喜歡你 對不起 那些太執拾了這件事 我毫無不肯放過 雙手抓得固定一固定 你所得到的極其量 豈不是只有兩拳頭那麼多贏 走的始終都要走 離開,就由他離開 願來就罪,願去就殺 勉強不理 我愛你 我愛你 豪哥 豪哥… 豪哥… 豪哥,撐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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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你聽不懂嗎 我答應你,我以後都不貪金 如果你想我,我就不貪金,好嗎 我只想你聽到我的聲音 我真的不應該跟你分手 是我害了你,你有交性交 真的很心痛 不過,你放心,我一定會很堅強 我要笑著地對著其他人 我不會讓其他人擔心我 我要告訴全世界的人,你一定會醒醒 我一定會等到你醒醒為止 我一定會等到你聽到你的聲音為止 重複留言,請按一致 你沒事吧?你為什麼叫我上來? 是不是不舒服? 你聽了電話留言? 你聽了? 原來我以前真的很不了解彈琴對你的重要性 令你很不開心,很不喜歡我 阿誠,其實呢? 我還記得,我有留個言給你的 我說,如果你真的要跟我分手的話 只要你肯開口,我就會接受 但其實是假的,你看阿天和我多好 他沒有燒死我,他還讓我醒醒 他只要給我一個機會 你知道我究竟有多喜歡你 你在留言說,你很想我醒醒 很想聽到我的聲音 按車標示,你仍然很喜歡我 阿誠 我知道在這段時間裡,你很難受 但你放心,我會補償給你的 阿盈,我們還跟哈絲哥,好嗎? 阿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